消防队员紧握水线朝大火猛贯 因为这把恶火不止波及了两辆汽车 就连一旁的民宅也陷入火海 窗户冒出猛烈的火蛇 屋主纷纷逃出屋外 一听到还有住户没脱困 消防队员拔腿狂奔 屋主家属心急如焚 那探照灯不断地搜索受困惑的身影 白衣女子站在三楼高的阳台 不断挥手囚园 但一阵又一阵的漆黑火焰 不断掩盖女子的身影 消防队员们绷尽神经 队员们驾起铁架救援 甚至试图破门进入高温火场 火势越烧越烈 整栋建物几乎陷入火海 救援行动分秒必争 花莲进风街巷弄 9号凌晨明灾突然失火 这一艘造成三层楼的 阿西建筑还有两间 木造平方全都被大火吞噬 住在二楼的女屋主 闻到烟味看到火光 吓得干净往三楼逃命 外面烧起来 听到有人叫你这样 外面起到蜜 那我们人员到了现场的时候 因为火焰非常的大 我们人员没办法进入 我们直接驾踢 将人员顺利将三楼 从三楼那边直接做一个 营救的动作 暗夜这把恶火 把三间房烧个金光 还有轿车和乡行车毁损 现在火吊科也要介入调查 进一步厘清 起火原因 接着刘几娇 梅凯婷 花莲采访报道